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冷漠中立他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不关心嘛 对不对 他对你的议题 对你的产品 对你想要表达的内容他不关心 所以他没有看法 这也就是我常说的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值钱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世界上最值钱的问题就是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管你是推出了某个产品 你希望大家捐款 不管是你想要介绍一个人 介绍一个讲师 推荐一个人物 或者是你想提出一个评价 对于所有人而言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那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你的产品 你的人 你的物 你的公司 你的内容 我们为什么要听呢 所以我也常讲 最昂贵的是什么 我们传统上什么最贵 时间最贵 金钱最贵 我觉得在现代的社会里 最昂贵的就是你的注意力 当我们在说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的时候 他其实问的就是 我为什么要为此付出我的在意 为什么要为此付出我的注意力 我们常常会讲说 注意力就是pay attention 对不对 那这个pay字非常有意思 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付钱的概念 所以我们想想看 为了让大家在意 为了让大家关注 我们传统上是怎么做的 传统上那些杂志 那些报纸 他们会用很耸动的标题吸引你去看 我这个截图截的是台湾的一些杂志 你可以看得到 我都已经不念它的标题了 你可以完全感觉到新三色都在上面了 为什么 他希望吸引你的目光去多看久一点 再比如说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那些写公众号的标题 这里我特别抓的是咪蒙老师的内容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咪蒙老师的看法是什么 可能有好有坏 可是这不重要 可是我们不管你喜不喜欢它 我觉得我们都得承认一件事 它真的很会下标题 这几段都是它的文章标题 大部分我里头可能没有看过内容 可是我真的好想看了这些很多的标题 如果能点击 我真的很想点进去 我好想知道什么叫做一条报纹内裤 让我失去了所有客户 到底这篇文章在讲什么 或者是什么大半夜男友拿着菜刀 躲在我床下 我好好奇这篇是在写什么 你看这就是他们想要吸引你的注意 吸引你的好奇 不过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标题党 它虽然很能吸引你的好奇跟注意力 可是吸引好奇跟让你投入 毕竟还是有差距 什么意思 就是你会因为好奇点进去看 看两下之后觉得好奇满足了 原来就在谈这件事情 原来下了个标题就是只是讲这个的 然后你就会退出来了 对不对 会有很多人点进去 可是不一定有很多人留下来 换言之 你的摄入 摄入的程度并不足够 所以要怎么样让人除了好奇之外 还能真的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有关系 好让他进一步的想知道更多 想参与更多呢 用一句更俗的话讲就叫做 如何在增加点击率的同时 增加你的转化率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什么叫摄入 在这一点上很有意思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他们在公关领域里头 最常被提到的一个案例 李斯德林 他做了一件很牛的事情 李斯德林是目前为止 就是目前最大的漱口水品牌 大概也是在国内外都是顶尖的品牌 他在1914年刚推出的时候呢 其实他并不是在卖漱口水的 他当时卖的这个叫消毒水 只不过呢消毒水卖的不好 所以李斯德林做了一件事 他并不是推出更好的产品 而是他推出了一个更好的问题 什么叫做问题 他发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你知道 对李斯德林而言 好多人的评价就是 李斯德林不是发明漱口水的 他发明的是口臭 什么意思 在李斯德林之前 其实人是有味道的 你懂我意思吗 人本身都是有气味的 人的呼吸是有气味的 人的身体是有气味的 可是这些气味不代表是一件坏事 也不代表是冒犯 可是李斯德林他在1914年 在1914年 推出消毒水之后发觉卖不好 于是隔了六年之后 在1920年 他创造了一个词 halotosis 就是这个叫口臭病 这个词完全是他创出来的 之前没这个字 halotosis 而且这玩意还拉丁文 听起来比较有气派头 他的意思是有一种病 叫口臭病 叫口臭病 这是一种疾病 那这种疾病 是很冒犯人的 是很糟糕的 是很失礼的 换言之 你呼吸的味道 被人闻到 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他创造了一系列的广告 来告诉你 这件事情是失礼的 是丢脸的 是会让你不受欢迎的 而我的漱口水 是解药 所以李斯德林 不是创造出口水 他们说他创造的是口臭 我们来看一下 当年的这个广告 这份广告 你看很有意思 他说 不要骗你自己 Don't fool yourself halotosis makes you unpopular 什么意思 他就说 你别骗你自己了 这上面这个男孩 这个男生 冷落了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 没有人要他跳舞 或者是没有人要跟他交往 他说你别骗你自己了 才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了 是因为你有口臭啊 女孩 对不对 他说口臭这种东西 很有意思 口臭自己闻不到 而别人闻到了呢 不会告诉你 所以呢 他说 漱口水 是一个很有趣的产品 叫做没有人觉得 自己需要漱口水 你想想看 你需不需要漱口水 你一定会觉得自己不需要 对不对 因为你自己闻不到 自己的口臭 而别人闻到了 又不会告诉你 所以我们李斯德林 卖的是一个 所有人都自认为 他不需要的产品 太baby了 你知道吗 你这样一讲 就变成所有人都需要了 你懂吗 而且他会告诉你 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有口臭的疾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因为反正不会有人真的告诉你 可是呢 一旦你发觉你在那种社交场合被冷落 请千万注意 不要骗你自己 不是因为你今天穿错了鞋 也不是因为今天打扮的不好 你有口臭 这太恐怖了 除了这份广告呢 还有这个 这个广告就更坏了 他说 别骗你自己了 你是不是不受你子女的欢迎 你看看这个妈妈抱着小孩 小孩一脸愁眉苦脸的 你觉得你的小孩跟你不够亲近吗 你觉得你的小孩不喜欢你吗 别骗你自己了 不是因为你刚才罚了他 也不是因为你们母子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你有口臭病 太糟糕了 他等于是灌输所有母亲一种焦虑 叫做你如果觉得自己跟孩子不够亲近 很有可能 就是因为你有口臭 那你说 那如果我身为消费者 我又没有小孩 又不在意伴侣 或者是我已经结婚了 那这样你总不能够再卖我漱口水了吧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不在意了 他说没有 他还有一则广告叫做什么 叫做你永远不知道 他在你背后议论些什么 你看这个特别坏 即便你不在意伴侣 即便你不在意子女 可是我们每个人至少都还会在意 别人是不是在你背后偷偷说坏话 所以他说别骗你自己了 你有口臭 你不知道的时候 别人就在背后议论你 你看 包天包地 天罗地网 逃都逃不出去 而且我刚才讲的这三个广告 当然都是女性版本 可是李斯德林对于男性另外也有别的版本在针对他们 在创造问题上 他在这里倒是没有性别歧视 好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李斯德林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他们叫做创造需求 创造需求 创造一个问题比创造一个解答 有时候呢更有意义 你要让一个中立的一群冷漠的听众 愿意去听你的内容 愿意去受你的影响 方法并不是告诉大家我有一个好的解答 而是要告诉大家 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有一个好的问题 你要知道在我们世心大学但凡修演讲学这本课程的同学 他在期末呢会有一个东西叫做期末演讲 用来取代期末考试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同学要上台给你三到五分钟 内容是教其他同学一件事 教其他同学一件事什么都可以 你可以说我到了期末 我用三到五分钟教大家怎么样打好王者荣耀 当然我是举例啊 或者是我来教大家怎么样呢 快速的折好你的衣服 教大家一件事什么都可以 然后这就是你的演讲主题 然后呢我们会打分 老师他们会打分 那分数就是你的期末成绩之一 你要知道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可是其实呢这里头有一个小小的陷阱 就是虽然我们说老师讲的叫做你什么都可以 只要教什么都可以 可是呢我们要怎么样去为他的演讲评分啊 光教没有用 你如果要用三分钟教人家一件事的时候 就像我上面讲的 你想用三分钟教大家一件事的时候 其实你至少得花一分钟来解释我们为什么需要听 所以如果今天有哪一个傻同学真的冲上来就说 大家好我来教大家怎么打王者荣耀 我跟你讲 然后津津有味的讲了三到五分钟 他的分数不会高 他的分数不会高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当时啊 我们当时 有一位女同学我印象很深 那位女同学她的期末演讲 她是在干嘛 她说我来教大家怎么挑卫生巾 她很认真做了海报 拿了试用品 对不对 而且的确她也这个准备充足 然后在场很多女生都听得津津有味 分享经验 可是她讲的虽然很好 她分数高不高啊 其实分数没有特别高 因为她遇到一个天花板 特别可惜 我们那时候跟那个同学讲的就是 这位同学 你讲的内容都很好 可是你漏了一块很重要的重点 叫做全班有一半男生 一半女生 你教大家要怎么样挑合适的卫生巾 你必须要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男生需要听 你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你不先讲 不讲清楚这一块 你直接上来就教我 教你怎么挑卫生巾的 分数不会高的 而你只要一旦知道这个诀窍 来我问一下 在座的各位在荧幕前的同学 如果你要讲一个 怎么挑卫生巾的演讲 而且你希望班上的男同学也听 你可以怎么说 你只要加一个帽子 是不是就可以做得到了嘛 对不对 不难嘛 就是说来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 那个现在社会对好男人的要求 越来越高 对不对 好男人呢 要知道女孩的需求 所以这一段呢 不只是在座的女同学听 在座的男同学 这是你们少有的机会 认真听 以后聊到这个话题 你帮你的姐妹啊 帮你的这个什么女朋友啊 对不对 就不用像是个傻蛋一样了 你就可以知道很多他们的需求了 你看 加一个这样的简单的帽子 这个演讲就会变成 所有人都能听 是不是 这就是我在讲的 一定要创造需求 为你所有种类的听众 创造不同的需求 再比如你知道吗 当时有另外一个男同学 他上来上什么课 他上来说 我三到五分钟要教你什么 教你怎么品酒 品红酒 你知道他挑了一个 我觉得特别冷门 而且我觉得特别硬的题目 因为你不过 你想想看 他不过就是一个大学部的学生 装模作样的来教大家品酒 他能教到什么东西吗 他能够有什么干货吗 可是他就是来教大家品酒 所以如果只论演讲的内容 其实他的干货跟知识点 是比不上刚才那个女同学的 那个卫生巾的女同学 知识点可多了 可是这个男同学 却因为某个原因 他的分数其实还挺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品酒的本身 没什么了不起 重点是来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所有在荧幕面前的同学 如果你要教全班同学品酒 你至少要解答一个问题 叫做你们为什么要听 对不对 你觉得为什么我们一堆学生 要听你一个学生 教我们怎么品酒 我为什么 我只是个学生 我为什么要学品酒 我常常在课堂上 线下课的时候 我会问现场的同学 你知道他们会给我什么答案 我说老师 他可以说 因为以后你们要出去应酬 现在学学品酒 就会对应酬有好处 因为这个是社交礼仪 学了以后做人就可以 在社交场合有比较多的话题 也都OK 可是那个男生 为什么分数挺高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想了一个 我自己都没想到的 大部分的同学 都没想到的理由 他说上来的时候 他跟全班同学讲 他说各位同学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品酒 一定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要学 其实我要教大家的不是品酒 酒不是重点 他其实是一个锻炼感官的好机会 你知道吗 人是这样子的 人我们平常会是想要学门钢琴 音乐 学书法 或者是学赏话 是因为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的五官 越锻炼 对不对 越敏锐 其实就是在促进我们变得聪明 听音乐 分别音乐细微的差异 赏话 空间跟颜色 跟结构 其实我们的五官要常常锻炼 事实上很多人也都讲 为了防止老年痴呆 对不对 学一门外语也是锻炼 这些都是叫做锻炼感官 而品酒呢 它其实是一种综合性的锻炼 你知道吧 就是你那个品酒的过程当中 你去欣赏那个色泽跟颜色 闻那个气味 并分辨这个气味细微的不同 尝一口之后 锻炼你的味觉 有没有能力区分出更细微 更微小的差异 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在帮助你保持敏锐 从某种角度来说 跟你弹钢琴 练钢琴是一样的道理 只是更简单一点 所以呢 大家请以这种心态 我来跟大家教大家一下 怎么品酒 以后呢 你如果有机会 就可以在这个时候 练一练自己的感官 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没有人想过 我们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品酒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也的确的给了我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就叫做 对哦 我从来没想过 我可以锻炼一下 我的味觉跟嗅觉有多敏锐 我也没想过要测试他们 可以分辨到什么程度 所以好多同学就以好奇的心态 在听他的这个品酒课 当然他的知识点也很简单 可是至少他让所有人都觉得 这是一个好问题 也许我可以试试看 我有没有这种需求 这就是差别 所以我们刚刚讲 这叫做创造需求 创造需求 那当然 到这边的时候 我还要解释一下 很多人会说 那难不成我所有的演讲 三分钟的演讲 就要花一分钟 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要听吗 那我的演讲的时间 我花三十分钟 演讲就要花十分钟 解释为什么要听吗 那这样不是太浪费时间的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差别在什么地方 如果今天我的演讲 是要跟一群支持听众说 那我不需要解释 为什么你们要听 好比讲 我现在在这边上课 我在教说服 对不对 你们呢 其实是我的支持听众 因为你们都是付费 来上说服课的 你们会来上这门课 就代表其实你们 已经了解到 说服的重要性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每天上课之前 再花个三分之一的时间 说各位同学 我告诉你说服很重要 因为它有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 第三个好处 你们一定翻脸嘛 对不对 我赶快讲干货 别再讲这个了 这个我都同意了 我都知道了 所以当你面对 支持听众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进干货 因为他们早就知道 这个很重要了 会去参加你的这个课程的 会去跟你聊这个 支持的话题的 直接进干货 可是有时候 你面对的不是这样啊 比如说你到学校 做个讲座 好多学校的讲座里头 后面坐的那些同学 都不是为了听你这个讲座 而坐在这里的 真的为了听讲座 而坐在这里的 可能只有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 大家当学生的时候 也有这种经验 叫做系主任说 这个教室给我坐满 因为我们请了 外面的来宾来演讲 给我坐满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有三分之二 甚至更多比例的同学 是愁眉苦脸 坐在那边低头刷手机的 这个时候我要开始演讲 一定不是冲上来就讲 因为他们对你讲的东西 根本没兴趣嘛 所以你一定要先花一段时间 跟大家讲 来我知道大家一听到 这个今天的主题 会很无聊 叫做消防安全 可是我告诉你 这其实比你想象中的 更有趣 为什么呢 来 你会有一段 等大家都听完了 觉得 好像真的很有意思 再进内容 再进内容 你一定要有三分之一 跟大家听 解释给大家听 对那些中立的听众 冷漠的听众解释 为什么你需要听 因为我给了你一个好问题 好的 那当然啦 你要知道 我们刚才说啊 李斯德林发明了一个好问题 可是李斯德林的这个案例啊 毕竟非常的戏剧性 很难被复制 所以我不会建议大家 直接去学李斯德林 同样是创造问题 创造需要 我给大家的对标是什么 你最好我们学的是宜家 宜家 他也发明了一个好问题 而他的问题 比较可以复制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什么问题 这个是宜家在台湾当年 播的广告 他在那个IKEA 他在台湾播的广告 那这个广告呢 非常火 所以你来看看 这个广告 为什么有效果 妹妹 没有地方放我们 只能送给别人啊 真的没有地方放我 这个广告 诶 好的 你看看刚才一家的这个广告 他其实就是在问一件事 他在卖柜子 卖那些收纳的橱柜 消费者会问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要收东西 那当然我会关心柜子的广告 可是如果我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件事情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看对一家而言 我卖的是什么 我卖的是柜子吗 不是 他会说我卖的 很多人会说 你卖的不是柜子 你卖的是空间 可是卖的是空间吗 我告诉你 我卖的是整齐的环境 卖的是整齐的环境吗 不 一家会告诉你 我真正卖的 是我们帮你挽留心爱的事物 有没有发觉 这个时候整个内容都不一样 我不是一个卖柜子的公司 我不是一个卖空间的公司 我甚至不是一个卖整洁环境的公司 我真正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在帮助你去挽留那些心爱的事物 哇塞 他这样一讲 你就会发觉收纳这件事情的意义 有了颠覆性的改变 有了颠覆性的改变 他就从一个原始的问题 转换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你要知道 这个广告在播出的时候 那个底下有很多人的评论 这个评论特别有意思 他这边有一位叫吴怡君的朋友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在YouTube上看这个广告 他本来是要看断舍离影片的 结果跑出这个卖柜子做收纳的广告 结果他把它看完了 而且还点了个赞 还在留言 可见什么意思 这个广告对人的影响特别大 效果特别好 而不只是这个广告 宜嘉后来又推出了另一款广告 它的概念也很像 我等一下都会教你们 我们怎么去复制它同样的效果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妈妈的空间不是妈妈的 妈妈要的不多 只需要一个舒适圈 让身心放风 更多美好空间 来同样的 在这段广告里跟前面一样 他同样在解释一件事 我一个卖家具的 卖柜子的 我到底真正在卖的是什么 我解决的是你的什么问题 我解决的不是你家里 缺了个柜子的问题 有人上架子 叫做那你是不是卖空间 我其实也不是卖空间 我真正贩卖的是什么 你看给妈妈的舒适圈 这个家里好多环境是属于老公的 属于儿女的 或者是属于大家的 很少有什么空间是专属于我的 而家具所构成的那个环境 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环境 他对妈妈而言就叫做 这一块地点 这一块地方 终于是属于我自己的 妈妈的舒适圈 特别聪明 我哪只是一个卖柜子的公司呢 你来跟我买的又何止是个柜子呢 好 这里啊 宜家所用的一个技巧 叫做延伸需求 什么意思 我们刚刚前面讲要创造问题 创造需求嘛 可是凭空创造出一个需求 除了这个方式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技巧 叫延伸需求 创造需求比较难 但延伸需求比较简单 什么意思呢 来我举例 你知道这句话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叫做消费者真正想要的 不是电钻 他想要的是那个墙上的洞 这个是哈佛商学院的一个教授 他当时提过的 西耀多莱维特 他那时候讲的一句名言 被好多的书籍引用过 消费者真正想要的不是电钻 而是墙上的洞 那你知道吗 其实他这句话的结构啊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延伸需求 延伸目的 什么意思 来你试着把一切当成手段 把目的往后推一层 比如说消费者要买电钻 电钻是他的目的吗 不是电钻只是手段 他的目的是什么 墙上要有一个洞 对不对 可是这个我问你 这个动作还可不可以继续做 可以 消费者真正想要的是墙上的那个洞吗 其实也不是 谁要墙上一个洞 他要的是什么 他是因为要钻那个洞之后 我好挂一幅画嘛 对不对 所以消费者真正想要的是墙上挂好一幅画 他要的也不是洞 这叫什么 那个洞只是手段 他真正的目的是挂幅画 可不可以再推一层 其实也可以啊 消费者真正要的 搞不好也不是墙上挂的那幅画 因为搞不好这幅画也只是手段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怎么样让这面墙不要太单调 对不对 你看看 如果我们把所有我们眼前所见识的这个东西 就买了这个电钻 钻了那个洞 挂了这幅画 我们把它当成现阶段的手段 然后往前去推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就会对于这件事情 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消费者要的不是柜子 他要的是空间 他要的也不是空间 他要的是整洁的环境 他要的其实也不是整洁的环境 他要的是让他心爱的事物可以被收纳 可以不用被丢弃 你看 这就是推推推的结果 永远是延伸叫做 如果这只是手段 那他的目的可以是什么 用这样的方式 你知道吗 你去理解很多的问题 都会有一个新的眼界 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 好多现在如果你去逛书店 或去逛卖场 就会发现 他们好多货架的分类 都改变了传统的模式 传统的货架分类 就是这一区是零食 这一区是什么油盐酱醋 然后这一区是罐头 都是按照分类来做货架的 现在好多新形态的超市都不是这样做货架的 他是怎么样 他是按照使用的需求与目的来做货架的 比如说这边卖的是食谱 食谱旁边怎么样 顺便就在卖什么 餐具 因为他知道一个人买食谱不是目的 对不对 食谱只是手段 学做菜才是目的 所以我如果在食谱旁边顺便放锅子 那我可能拿了食谱之后顺便 对不对 就买两样东西 又好比好多的超市或者是便利店 卖冰块 他们里头有那个卖 冰柜头有卖冰块 冰块旁边就什么 顺便就卖酒 就放个单瓶的酒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没有人买冰块 只是为了冰块 冰块只是手段 买冰块回去干嘛 冰酒 对不对 因为我今天晚上可能要开party 所以他就把这个手段 所延伸的目的一起放在这里 让你一起买 一起想 这样的话会更方便 更能够促销 所以你看 永远思考这件事情 如果这玩意儿只是手段 那我的目的可以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 你看我们常常会提 我们常常会提到保险 我们前面提到过 如果我们用保险来思考 假如保险只是手段 我卖的 你说我是个卖保险的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我知道 我的客户买保险 不是他的目的 保险只是手段 我卖的不是保险 是什么呢 比如我随便讲 这边给的例子 我自己写的例子叫做 我卖的不是保险 是安全 我真正卖的是安全 保险只是手段 感受到安全才是目的 可是安全就是目的了吗 如果安全也只是手段呢 安全其实也只是手段 我卖的也不是安全 我卖的是什么 面对挑战的勇气 你知道吗 就是你知道好多人 如果他买了保险之后 他有了保障 他知道在最坏的情况下 他的生活可以被维系 他身边人有人照顾 他就可以因此 去迎接某些挑战 他就因此 可以不去畏惧那些风险 所以我真正卖给你的 是安全吗 不是 是勇气 是勇气 所以呢 我是一个帮助 让人更勇敢的人 你看这个产品的性质 你给消费者创造的问题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 原本你卖保险 就是卖给那些 那些觉得自己不安全的人 可是你完全一想 叫做我卖的是那种 来 你敢不敢挑战 为什么不敢 因为你害怕有风险 来 我卖的 就是让你能够面对风险 所以我卖你勇气 这就概念就不同 我当时为什么这样写 这不是任何一家 保险公司的文案 是我自己写的 我为什么这样写 是因为我自己 有这个经验 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打辩论 我从中学开始 接触辩论这个领域 我非常热衷 非常着迷 可是在我年轻的 那个年代里 虽然我现在也不老 在我年轻的 那个年代里头 没有人知道 打辩论是干什么的 你跟我爸妈说 你孩子在学校打辩论 他听起来跟他孩子 在学校打人 听起来都差不多 而且无数的人告诉我 辩论不能当饭吃 我完全同意 我完全同意 辩论不能当饭吃 因为没有 360行头 没有一行 叫做跟人辩论 可是我当时 特别着迷这个领域 那我特别喜欢 那怎么办呢 那我妈还算是一个 挺支持孩子的人 所以她怎么样 她后来跟我说 当年我不知道 她说当她发觉 她的大儿子 特别热爱辩论 从中学一直到大学 所有的时间都 住在 亲住在这个领域上的时候 她偷偷帮我买了一份保险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活到老 领到老的那种人受险 因为她觉得她大儿子 很有可能会饿死 所以她买了一份保险 这个保险不足以让你 就是 不足以让你发家致富 她的意思就是 最坏状况 我大儿子 直中 她以后找不到工作 至少有这份保险 她不至于流落街头 不会饿死 所以呢 她买完了以后 她就说 那我就不干涉你的兴趣了 你要爱干嘛干嘛 你想打辩论 你想去干嘛 就做你想做的事情 你看这是什么 我妈买的不是保险 她买了一个 愿意让子女挑战新领域的勇气 那个保险业务员卖给她的 就叫做 你现在可以比较勇敢的 让你儿子去闯 因为你买了一份保险 你看 这是真事 这是真事 当然我现在已经用不到这份保险 我已经把它转给我弟了 可是 可是概念是一样的 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假如这件事情只是手段 往前推 它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你永远可以在这个 简单的训练当中 得到新的眼界 跟新的看法 再比如 你知道我在写这门课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我们家餐桌 因为我工作的地点 在我们家餐桌 我在餐桌上 写这个投影片的时候 我就喜欢拿我周遭的东西 做练习 刚才我讲的是保险 我当时桌上有一个罐头 你懂吗 我也同样拿罐头做例子 我说你卖的是罐头吗 不对 罐头只是手段 我卖的不是罐头 而是什么呢 随便举例 简单可以是这样 对不对 我卖的其实不是罐头 是简单方便 简单方便才是我真正买的原因 简单方便是目的 罐头只是手段 可以咯 可是这个大家都想得到 对不对 每一个我们看多好多的罐头食品 都会主打简单方便 这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来光这样不够 再推一层 那如果简单方便也只是手段呢 那你真正卖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简单方便当成手段 所有人买罐头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来我随便讲 那如果简单也是手段 那我告诉你 我卖的不是简单 是那种笨老公的成就感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是因为你知道现在好多半成品的罐头 我这边写笨老公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这边写这个投影片的时候 我女朋友在旁边 我不好意思写笨老婆的成就感 因为其实我是会做菜的 我女朋友不会 蛤蜊的做菜厨艺 基本上跟我妈一样烂 就他完全不会做菜 他完全不会做菜 可是你知道很有趣 因为现在很多半成品的罐头 半成品的罐头就是 好比柿子头 对不对 其实你只要把那罐柿子头 倒进锅子里头去 然后你加两个白菜 对不对 然后把盖子盖起来 基本上烧出来的东西 就已经不会太差了 然后他会给你一种 哇我也会做菜的错觉 你知道因为蛤蜊就做过这种事 烧出来也不错 其他从头到尔做的事情 就是罐头打开再加白菜 那这个就是不会失败的 这个东西是属于不会失败的 然后再加点水 然后他什么都调味都弄好了 然后这样煮出来 就挺像样 他会有一种我也做菜了 我会做菜的成就感 对啊 这罐头真的贩卖的 其实还不是那个狮子头呢 他贩卖的是 完成一道菜的成就感 所以你看很有意思 所以到底我卖的这个产品 真正在卖的是什么 他真正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都可以藉由我们刚才 这个简单的训练 叫做如果这只是手段 那什么是目的 都可以用这个简单的推导方式 帮助你找出延伸的需求 所以你知道 我这个游戏是非常 我非常常玩的 然后你也建议大家 可以拿自己周边的东西试一试 它可以帮你开拓好多思路 比如说你看 我这为什么讲果汁机 因为在台湾 我小的时候 哇塞那是二十几年前了 在我小的时候 台湾最有名的 有一款电视购物频道 上次我在卖一个果汁机 叫做贵妇人果汁机 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这是一个很土的年代 可是不要小看 这个贵妇人果汁机 我不知道在上课的各位同学 有没有人听过 因为我的朋友胡建彪 他是马来西亚人 他说他在马来西亚 都听过这个牌子 贵妇人果汁机 他果汁机本身怎么样 不重要 他的那个上电视去拍卖 他的老板太能说了 你知道吗 我认为他的业绩 一半以上都是那个老板 张俭松山所创造的 他是说服的高手 你知道他当时怎么说 他说我今天是卖你们果汁机吗 我不是卖你们果汁机啦 果汁机有什么了不起 我不是卖你们果汁机啦 你要知道 我卖的是一个老公疼你的机会啦 你知道吧 你买了这果汁机 我这果汁机操作很方便 男生也会用 老公也会用 再笨的都会用 一辈子没下厨房的也会用 你就把这东西弄一弄 放进去一压按钮一按 老公就可以给你打个果汁啦 很多老公不是不疼老婆啦 是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做啦 我跟你讲你买了这个 他本的他智商再低他都会操作 对不对 可以给你打个果汁 你买的不是果汁机 你买的是一个给你老公一个疼你的机会啦 听起来我特别开心 你懂我意思吗 虽然我相信80%的人买回去之后老公还是不会打果汁机给你 可是在过程中他就告诉你我可不是卖果汁机那么简单而已 你看特别厉害 这就是张简松山他会这一招啊叫做延伸他的需求 所以你自己也可以试试看啊 随便我在课堂上常练的这个我就不讲了啊 这一题我让你们自己练 口红啊 我们太多直播是在卖口红了 太多带货是在讲口红了 我问你 当一个人买口红的时候他要买的是口红吗 如果口红不是他的目的 口红只是个手段 那目的是什么 我卖的不是口红 我真正卖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哎你们可以想一想 因为这个呢 你们可以拿来考验自己 也可以拿来跟朋友做讨论 因为他可以帮助你去延伸这个产品可能的目的 他的需求还可以是什么 你真正卖的是什么 那当然我们在作业里头也会有这一题 到时候呢 你们可以跟教练讨论讨论 也可以分享一下其他同学在这一题当中 他们的答案有哪些 好的 讲到这里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 刚才我们教的呢 叫做摄入 如何让冷漠的人 冷漠的听众对于你的这个主题感到兴趣 如何让他们觉得 我愿意涉入的更深一点 两个诀窍 第一个叫做创造需求 第二个叫做延伸需求 创造需求是给他一个他没想过的新的问题 创造一个问题 而不是创造一个产品 在这里呢 是用来解答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的 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举了前面的那些例子 很多都是在于创造需求 而我们后面举的刚才的这些练习呢 则是第二个叫做延伸需求 延伸需求就是从既有的需求里面 你都问自己一件事 假如这只是手段呢 假如这些消费者想要做的这些事情 我都把它只当成手段呢 那有没有可能延伸出一个它背后的需求是什么 这就是刚才所教的这个技巧 如果只是手段 那什么是目的 这两招都有助于帮我们找到让人愿意涉入的关键 这其实呢 这里头的案例你可以大量在很多成功的广告上 成功的宣讲当中 他们都很会这一招 当然知识点懂了之后 后面我们一再提醒的 要练习 要练习 所以呢 也记得要写今天的作业哦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 下一堂课我要教大家的叫做比较